今天是泰姆 在这次比赛当中 拿了一个星期二 全国最年轻的冠军 咱们举杯 听说 这是你的荣耀 也是所的荣耀 也是你爹你妈的荣耀 也是奶奶的荣耀 今天奶奶一说有点激动 你爸爸当时为你 带过多少次来 不过你这次还取得这个诚意 那你爸很满足 那你奶奶也很满足 大家我为你 鼓掌 好 好 几杯 来 下回五世界冠军 这场比赛对于泰姆来说相当转 如果他夺冠的话 这是他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 现在泰姆需要的是气息 我以为他打顺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摔得一批打的 就无敌感觉 急进4比1 李培南终于创造了历史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毫无疑问 星际争霸是其中为止最完美的战略游戏之一 自从1998年问世以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任何一款同类游戏 能够在平衡性和竞技性上 达到和星际争霸接近的水準 19年里 星际争霸始终吸引着亚洲 甚至世界各地年轻人的游戏热情 同样作为最早职业化的电子游戏 他也见证了电子竞技 从洪水某兽到世界语言的全部历史 随着时间的退移 星际争霸已经和他的早戏玩家 一起度过重年 却依然像年轻时那样 拥抱着每个与他结缘的人 好了好了我来了我来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这个VERDI联赛的转播 感谢这个明天考CFA再来我一次 CFA考不过的呀跟你说了呀你还要去考 我大概是星际争霸当开发售的时候 接受星际争霸的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电竞概念 就是想被别人抢 我们那个年代的少年每个人都有个武侠梦 电竞就是一个江湖的感觉 所以总觉得幻想自己有一天 也能在江湖里面成为一个高手 这场关于星际争霸的武侠梦 没有让小瑟成为职业选手 这让他在一次偶然客串的解说后加入New TV 并因此结识曾经梦想中的自己 星际争霸全国冠军F91 两个儿力之年的老男孩 选择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星际歧视的故事 不过我觉得比赛多总的好事吧 所以我们先去看他们训练怎么样 哈喽哈喽都在练习吗 因为之前这个俱乐部都是在线上的 然后这些选手都是我们在线上招的一些选手 然后刚好现在跟外国合作的 这个线下的基地我们就让他们搬过来 这个方式才是正规的方式 只有在线下大家在一起 才能够慢慢地往上进 所有的电锯就是跟传统体育是一样的 就整个练习方式都是一样的 在线下如果大家几个人在一起 然后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瓶颈 你们可以互相帮助 我已经看了放线了 他妈上一个高的一个 我知道是12月15号 还有西瓜积母 必须要去线下吗 我胡乱赛区我都没去 这大不了 就俱乐部其实不能算我们的想法 之前因为是公司做的 然后做了之后 因为公司有些战队的一些转变 所以俱乐部不做了 新进的俱乐部并不多 年轻的选手 他如果真的是没有俱乐部的时候的话 他们会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 所以后来我们就要商量一下 我说那要不他们公司我不太棒了 我们其实只是想尽自己的一点 小小的能力吧 然后能够帮助选手改善一下 现在的一些环境 我们那时候是洪水猛兽啊 玩物上次的代表就是游戏了 现在很多家人都很支持自己的孩子 去打这个电竞技 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嘛 因为现在的这个电竞权很完善 不像以前 当时是没有工资体系的 你在比赛中你获得一场胜利的话 你有500块钱的奖金 如果输的话那就没有了 三天后 战队的几名成员 将要迎来自己线下训练后的首场比赛 NESO全国电子竞技大赛 TIME所在的北京地区没有报名参赛 冒绳和夜碟分别会代表上海队 和江苏队前往成都 竞受到带打事件的影响 仍然处于竞赛期 那个时候我有想过 后来社总说 能让我加入OM去练习一下 就让我重拾了这种 斗志也好 信心也好 就让我继续练习心机 只用半年就达到韩宗的水平 近的天赋无一出色 但职业选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 它始终缺少一个真正的冠军 像这个这一块冠军的牌子 其实我那次并不是冠军 那次那个冠军选手是外地的 然后他带不走 我就把他拿了回来 一直摆在这里 我觉得每次的时候围我来看一看 就激励一下自己 不要再懒惰 你要把这块牌子变成真的是你的 如果真的是不打游戏了的话 可能到星期二死人那一天吧 与此同时 冒神已经启程出发 赶往两千公里外的赛场 第一次在舞台上打比赛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紧张 特别是打到激烈的时候就感觉心跳会加速的很快 那种竞技的感觉让我非常喜欢 包括一直兼职下来都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如果能迈过八进四的话还是有机会进入到决赛 只要夺一次冠军就可以有继续打下去的迷糊 第二天的淘汰赛里 冒神一比三舒服了比他大五岁的西瓜 没能进入四场 你说他两个不朽的位置张位也太差了 你时间被变得了 比赛看发挥看状态吧 计划就只能回去更加科普的训练 然后看能不能拿到那次 就是冒神成为职业选手的第四年 依然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冠军梦 在2018年如果拿不到冠军的话 我就会选择退赢了 因为感觉就这样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付出很大的努力 也不能获得很好的成绩的话 那可能就不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会遗憾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 NESO结束的第二天 仅仅在线下聚首的三个星期的OM信级战队 因为投资人的意外出走 为何减散 当晚冒神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2019年 无论成绩怎样 我都会退役 此时此刻 刚刚拿到全国冠军的Time 正在北京的家中备战平昌冬奥会的特别选拔赛 我爸让我去买了一份韩服 因为他觉得国服训练强度不是很够 然后两三个月 然后就到了韩宗 而且当时我好像才将近16岁吧 然后在16岁 然后到了韩宗 也是当时好像挺年轻的一位韩宗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对职业选手这个道路 应该可以坚持下去 现在神度不太好打 追恋现在加强以后攻防加速以后 那个不太好打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之前我去参加练习生他不知道 因为我跟家人相当于离家出走 就是闹的 当时闹的矛盾是很僵硬的 就是因为我要打职业这件事 我跟我爸当时当面不敢说 基本就发了个短信 就是说了一下 然后他就想让我去试一下 我跟你说 现在你打比赛 你爸爸比你紧张 你知道吗 我坐在旁边 你这儿你爹就饿呀 我说你这儿不行 他还把他急坏了呢 那大大大 做做做 人大急了 除了感恩以外 更多的也寄托着我们家人的 对他的期望 不要计较成败 是吧 勇于拼搏 然后呢 最大的荣耀 我希望你 知道吧 有朝一日 披着咱们的国家的国旗 打败外国选手 为咱们中国人争光 好 好的 各位现场以及叶道前的观众 欢迎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 欢迎来到 IEM 平昌战的中国区的 女拳赛的最后一场 决赛当中 今天呢 也是要见证一位 代表中国区出战 平昌冬奥会的选手 第一弹就非常非常关键 第一弹如果说被静拿下 静就直接拿到了赛点 这个对于他们说压力就非常的大了 所以是这样 第一弹他们无论如何就得拿下 好的 那么这边选手就留意就去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他们现在是算是新技朗的安镇队 第一弹 排一下 整风来了 进过来了 反应 我三颗雷 投得很丑 有点掉 我必仰 没有高低视野 那必须在 要是墙上 要是墙上 进入冰箱 下一下 一辈子 第一下没有点多打 第二下点到了 到还在左线 鸡西 恭喜 同到二方 有反应吗 基本的反应 没有 人死蛋饭的勃杂 只是损失 当然了的话 不可以才忘掉一个 属下 可能这样 还在前线的部队 已经死光 激 进下来就有点 那么恭喜鸡 这一波可能要出事啊 进来了 管他这样 他们在家里面要被引刀砍弓了呀 这已经是打算了 完了 他没放引刀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把雷达 但是三个机箱被打掉了 三个机箱被打了 农民起义 打不掉的 农民做不棒 没错 而且这个位置只有四个农民都看到的 把刀 哎 有机箱 有机箱 最后有机箱开枪了 而正面吧 哎 他都把机箱所有部队都牵扯过去了 那这样的话二号都能打掉 如果把二号打掉的话 主要线机箱也有点弱 机箱也有点弱 他刚刚是 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是的 主桑那边 主桑那边两个机箱 又帮助打了非常多人 然后进气 这样在双线的乱战上 别人太不游戏了 东西台湖 2比2平 最后的一场来决定到底是谁 代表中国出战 请上富翁队 这波态非常快乐 啊 快走 啊 风凡那段下 你这样的话 主放东秉和机箱全倒 哇太拼了 太拼了 哇太拼了 这个 就有一种这个 我既然前期吃了亏了 我想通过运营的方式来补回来 请求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要运营回来 但是 这个心碰起来马上就要好了 哎呀 这可能要被强 起了 看一下 凤凰一雷战几箱 太好没有刹到 哦 第二发炸得很痛 第三发 所有冻王全倒 这两颗雷 这两颗雷太关键了 没错 他吉普根本没有意识到后面这两颗雷 但是吉普很想通过杀掉刚刚的这个对手的部队 完成更大的一个兵力领先嘛 这样子来把吉普 这波打完了之后 把吉普真的不转了 派这边还在想通过正面的操作 能够继续的去换取一些东西 我看一下二号这边打起来 再一个迹象 跑着你又要打就这样 你又要接着你两个拳倒 这波正面直接墙上吧 没有射程没关系 击枪倒了 七七 恭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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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一路飘着海 成功地拿到了区域 平窗的真相 老闹恭喜他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离开高舞台中央 很想看到你现在新奇迷你 喂老爸 这边多困了 运气比较好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后面都有我输了 后面 我一看 最后一场我也知道 你 那么大劣势 继母说也是着急出失误了 他要不出失误 真是的 关键还是压力大 不容易 他在看着 我是 很激怨 而且 压力这么大压力下 你还能 说顶得住 真是不容易 回来好好总结吧 这回我终于看着你 披着中国国旗了 两个月后 Time将会前往平昌冬奥会的赛场 争夺自己第一个世界冠军 对他来说 和星际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而对于更早的玩家来说 星际争霸已经成为了他们讲给下一单青春故事 我在看这个社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深目焚死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自己年轻的时候 做过什么 我其实很不介意 包括我跟我的小孩 包括我跟那一些身边的朋友 我年轻期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游戏 我是一个游戏的职业玩家 我不是说我拿了冠军 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感 而且是一个很热血澎湃的一件事情 你青春的时候 你做过一件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 而且这段时光虽然说 你不一定赚到很多钱 但你不后悔 觉得自己的青春也很飞扬过 很热血过 这就很好吧 每条河流终章流入大海 每个旅程一定会有终点 也许五年 也许十年 总有一天 星际争霸会被新的游戏取代 热爱他的人 就会开始下一段人生 但是 那些与星际有关的难忘回忆 会永远停留在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记录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